刘墨林把苏顺青的尸体安放在床上 一把散开了老包子 满腔怒火的骑着马赶到廉亲王府去找徐俊算账 怎么就这么寸 他刚到八爷府门口 正好看见八爷隐寺 在一大群的护卫和幕僚的簇拥之下 从里面走了出来 徐俊也正好在人群当中 俗话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刘墨林直眉瞪眼着 奔着徐俊就去了 到了跟前啊 一口浓潭就淬了个徐俊满脸花呀 口中骂到你这衣冠禽兽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惊呆了 徐俊说刘疯狗你要干什么 刘墨林怒法冲冠 用手指着徐俊的脸说你才是疯狗 打你爷爷那辈旗 你们一家子都是狗 你自己做的亏心事你自己心里明白 徐俊狡辩道说我不明白 你个穷王八酸丁 你给我说清楚 我都干了些什么 刘墨林说你自己明白 徐俊说我就不明白 俩人在这呛呛着 旁边的隐私已经明白过来 他知道必是为了苏顺青的事情 他沉些脸来喝道刘墨林 你在本王的面前撒野 徐俊是我召集来跟着我一起议事的人 你就当着我的面这么催他呀 我必不容你 刘墨林说我反正也是不想活 您手里天子剑亡命题牌都有 干脆斩了我岂不更加爽快吗 陨四被他这么一顶反倒愣了一下 冷笑着说我素来宽人待下 不料还真有你这样不识抬举的 好 来人 把刘墨林给我架到我的书房门口 去晒晒太阳 等他的酒醒了之后再说 过来几个葛石哈扎了一声 如狼似虎的把刘墨林架起来就走 刘墨林呼天抢地的 一边挣扎 一边大叫道说 八王爷你不讲理 苏顺青被他害死了 你知不知道 徐俊 你的手上沾着血 你浑身都是血 你的老师被你堵死了 现在苏顺青也被你给堵死了 他们这回子就站在你的身后 要取你的性命 不信你回头看 他的呼嚎声悲惨而其立 在场的人大白天的 无不感到身上都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徐俊本来就亏着心了 此时更是被吓得面色如土 竟然真的觉得自己的后背 冷风深深 阴气逼人 他下意识的还真回头看了看 隐四早就知道 自己跟前的这位红人徐俊 是一个正儿八经缺德带帽烟的主 刘莫玲刚才所说的 徐俊曾经用八豆汤 谢死了他的老师唐靖 也是真事 还是他隐四让龙和多 将此事给谈压下来的 现在竟然又闹出了苏顺青的事情 不过这一回的隐四 也顾不上处理这些个事情 今天早晨 他有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陪雍正去丰台阅兵 被刘莫林这么一耽搁 已经就要误了时辰 等他急急忙忙的赶到太和门 会合了张廷与马骑一起进到殿内 只见雍正正在听御医汇报允祥的病情 龙克多跟年羹摇在旁边 一站一坐的陪着 御医刘玉多说 遗亲王患的是劳病 这种病最怕劳累 如果十三爷安心养病 德中天年也是有的 但怕就怕王爷忠君爱国 不惜性命 不遵医嘱 那就是奴才的医员浅薄了 劳急按现在的话说 大约就相当于肺结核 这种病在那个年代 几乎等同于不治之症 雍正听罢叹了口气说 李渭去年也奏报上来 说他自己是脾胃失调 听说他也可血了 朕叫他办事量力而行 不要费精神 他什么都听朕的 唯独这一条做不到 那既然这么着 朕把十三爷索性就交给你 衣食住行 皆由你一人细心照料 今后哪怕是朕要见他 只要你以为不宜的 也可以不见 你听明白了吗 欲以口称遵旨 然后雍正又对大哥云旨 和废太子云仁的这个 医治情况做了安排 便和年庚瑶一起上了 三十六人台的明皇大教 赶到丰台阅兵 此时正值北京天气酷热 万里晴空上一轮炎炎的 骄阳晒的大地一片腊白 早晨才洒过水的黄土一道 已经干得龟裂 年庚瑶的三千铁技 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些个百里挑一的勇猛壮士 个个体魄如雄 配刀案件分成三个方队 在火辣辣的操场上 钉子似的站着一动不动 张廷玉 马齐等一干文臣 虽然在北京也曾检阅过 西山驻军和丰台大营 但那都是巩卫京畿的兵 与年庚瑶这次带来的 三千野战军的气质完全不同 此时只见穆湘娥甩着正步 走到雍正的碾前 单手平凶 行了个军礼喊道 请万岁检阅 雍正对年庚瑶说你发令吧 年庚瑶打喝一声 方队操演声若红中 如雷贯耳 竟然朕得雍正在座位上 不安的晃了一下 然后他又赶紧矜持的作证 三个方队 由三名投插孔雀灵 身穿黄马褂的侍卫领队操演 时而横列 时而纵行 时而又形成一个品字 黄尘之众 刀光剑影 杀气腾腾 偶尔有中暑晕倒的将士 立刻被凌空抛出队伍之外 由专管收容的军校 迅速拖下去一致 见到年庚瑶的军令 如此的森严肃杀 雍正和那些个上书房的大臣们 个个看的是惊心动魄 此时只见木香阿双手黑红旗交错 一时间阵形大乱 尘土飞扬 雍正在那正感到纳闷了 年庚瑶头也不回的解释道主子 这叫变阵 是我根据五侯八阵图演化而来的 万一我军的舰制被打乱 又受到敌军的围困 就用这个办法团结整顿 说话间 只见队伍已经形成了一个圆形 中间的两股小队 形成太极鱼一样的形状旋转着 四周围的军士们则张弓搭建 护卫着里面的中军 顷刻间三千人又合成了一个大方队 恰好结成了万寿无疆四个大字 把现场的众人全都给看呆了 雍正大叫道好 朕要亲自接见游击以上的军官 随后他率众人进了碧莉塔的中军大仗 年庚瑶则率着二十几名将官随后鱼冠而入 一时间只听着腰刀配剑与马刺磕碰的一片叮当作响 雍正帝打亮着眼前的这群军汉 见这么热的天 这些人都穿着牛皮的铠甲 装束一丝不乱 人人热得 大汗淋漓 便笑着说 今年天热得早 没想到五月份就像三伏天似的 你们卸了身上的铠甲凉快凉快吧 将军们齐声地答道 卸万岁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动手卸甲 而是把所有的目光都盯在年庚瑶的身上 雍正帝又说了一遍让众人卸甲 年庚瑶方才说 万岁既有旨意 你们就卸甲凉快凉快吧 将军们这才扎了一声 卸掉了铠甲 一道不易察觉的韩光 在雍正的眼中一闪即逝 雍正帝笑着回身对碧莉塔说 今儿个的阵势你也都见到了 你的兵比年的将军如何呀 碧莉塔满心的是尿尿背手不服啊 他语带双关的说 奴才今天也算是开了眼 我十六岁就跟着先帝爷西征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阵法 正要好好地向年的将军学习学习 雍正也不胜感慨地说到 朕今儿心里实在是太欢喜了 年庚瑶是朕藩底的旧人 还是朕的大舅子 能带出这样的虎狼之师 朕很觉得露脸 年庚瑶既是朕的恩人 也为圣祖爷一扫康熙五十六年兵败之耻 各位将军也是功不可没啊 然后雍正便吩咐张婷 与将今天所有参与军演的将左们各加一级 又拨出三万两白银赏给那三千军士 又传指命刘墨林草拟年的将军功德碑 乐食于西宁勇为存念 同时授予刘墨林钦差的身份 为西征大将军参议 随年庚瑶回西北 八爷隐四听到这心里面咯噔一下 心说找刘墨林啊 您还问着了 那小子这会儿还在我的书房门前 被我罚跪晒太阳 心说话这可怎么整啊 他想了想觉得这件事情终归是蛮不过去的 于是心意横便说道 刘墨林虽薄有小才 但我却听说其行为颇为不简点 然后就把今儿个早晨发生在自己府门前的事情都说了 接着他又说道 苏顺青本来是个歌迹 乃是一贱民 他的死实为刘徐二人争风吃醋 羞愤自尽所致 就为了这点小事 刘墨林就当着臣的面侮辱朝廷命官 用这样的人为年的将军曹你功德碑 似乎不宜吧 雍正听着听着 脸色已是越变越难看 一来前不久 自己刚刚下诏为天下的贱民托吉 隐四却还是一口一个贱民的这么叫着 二来隐四的话也令自己再度想起了 那个永远营绕在心中的岳户的女儿小鹿姐妹 隐四越是说贱民 就越触动雍正的忌讳 他一下子忽然又想起了 跟着隐提去增化的那个 长得像极了小鹿的丫头 随即便冷笑着说 刘墨林这点子风流罪过有什么要紧 正看比那些假道学还略微强些 苏顺青的事刘墨林也没有瞒朕 说道贱民 细算起来徐俊的祖母不也是吗 还有 说道这儿雍正漫不经心的瞟了隐四一眼 便没有再说下去 过了一会儿 他淡淡的说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立刻传刘墨林 让他到养心殿见朕 隐四当然知道 还有这二字后面的文章 自己的生母梁贵人魏氏 是新者库换衣奴出身 正儿八经如假包换的贱民 虽然雍正点到为止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在场的众人却没有一个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的 隐四察觉到了自己的诗言 他当众出丑 又羞又恼又不敢发作 只能把一枪的怨毒之气生生的给咽了下去 一下子心火上弓 差点没气的当场吐血 继而雍正又下令说 年庚瑶后日离京 所部三千人马暂时留京 指导京师驻军的操练 这道命令在外人看来是稀松平常 但却令年庚瑶感到苦不堪言 要知道这三千个人可都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 乃是他全部的精华之所在 不但打起仗来个个不要命 更难得的是全都被他用银子给喂饱了 只要他年某人一声令下 让这帮人造反他们都没二话 故而这些人也是年某自我保全的最后的杀手锏 假如雍正将这些人一直扣在北京 不让他们回西北 那自己这些年来的血本岂不赔个金光啊 但是雍正找的这个理由 实在是太冠冕堂皇 太说得过去了 以至于年庚瑶都找不出一句反驳的借口 雍正随后便带着众人回了大内 年庚瑶也只得按字里吃下这个哑巴亏 和碧莉塔张瑜等人将雍正送出大营 张廷玉每天都是凌晨起床 喝一点奶子 吃点点心便上朝办公 今天的张相比往日更加的忙碌 虽然雍正先后两次次验 但每次都是他刚一拿筷子 就有外任的大员来求见 所以一整天下来竟然是历米未尽 此时把这位张丞相给饿得呀 都快支撑不住了 正想着找个机会吃点什么东西 却见雍正招手到横尘 别忘了咱们还要见人呢 然后又对龙克多说 舅舅你也进来吧 张廷玉无奈之下指的答应着 机长露露的和众人一起 跟在雍正的身后去了养心殿 到了养心殿的门口 只见刘莫林搭了着脑袋 跪在垂花门外 旁边还跪着杨明石跟孙家干 他俩一个是进京述职 一个是刚从外地巡视回来 雍正说了句起来等着吧 便进了大院 只见白发苍苍的大太监行年 连忙迎了上来 陪着走在侧面边走边说 礼服方才递了牌子 还有詹士府的史仪直 也递牌子求见 他俩都已经等了一个多时辰了 主子今天要不要见他 史仪直 雍正听到这三个字 站着想了想 说是年耕摇的童年吧 那你叫他进来吧 朕先见他 叫礼服明天再递牌子进来 然后你再把方先生也给请进来 此时龙可多 不知道雍正叫自己进来有什么事 不知道是福是祸 他忐忑不安的 一直偷窥着雍正的神色 而张廷玉听见雍正 还要见这么多的人 看这意思 饭是没法吃的 不尽暗暗的叫苦啊 不一会儿 方包跟史仪直 两个人都进来了 雍正先是给每个人都赐了茶 然后他笑着说 史仪直啊 郑远打算先见杨明池的 你可是后来居上的 詹氏府是个贤衙门 你急着见朕 有什么要紧事啊 史仪直是一个大高个 脑袋大 身子瘦 脖子特别长 那脖子上还长了一个 粗大的喉结 说起话来上下滚动 看上去非常的滑稽 但此刻他的表情 却是异常的严肃 他重重扣了个头 扬起脸来说 回皇上的话 朝廷没有贤衙门 肯做事就有事 不肯做事忙也能偷闲 雍正一笑道 行行行你说的好 那你说吧 你有什么要紧事呢 史仪直又扣了一个头说 今年四月初至今 直立山东九汉无语 皇上你知道是为什么 雍正又好气又好笑 你就为了这点事 巴巴的赶着来见朕 你知道我有多少事要处理吗 好行行行 那你说吧 你说说看 为什么 史仪直说 昔日我朝明臣 于成龙推之一礼 今师九汉不渝 乃是因为朝有奸臣 胡说 天道茫茫 圣人难知 雍正帝 幕后到你 大概是喝多了 跑镇跟前来 发酒疯来的吧 啊 镇身边的人 现在可都在这里 你给我指出来 到底谁是奸臣 是张廷玉 是马骑 还是龙特多 是年庚瑶 史仪直一语祭出 四座街巾 大殿内外几十号人 都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一时间偌大的殿堂 沉寂得像荒凉的古庙一样 唯独荣克多 那颗吊得老高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哎呀 可吓死我了 梁九 雍正咯咯一笑说道 你弹劾年某 好啊 年庚瑶刚刚立下了 不是之功 朕就是听你的 也得给他安个罪名 不是啊 拿年庚瑶 不过是一纸诏书的事 但这莫须有三个字的 坏名声 你是要加到朕的头上吗 他的语气淡得像白开水一样 但是张廷玉跟雍正 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 他深知道这个主 罪是阴狠刻度 他要是跟你拍桌子瞪眼 反而倒没事 他说话越是寡淡平和 阴损讽刺 这个事越大 张丞相非常担心雍正 当场就把史一只 给就地处置了 一时间已经忘了饥饿 大脑飞快的旋转着 想着如何调停 好让史一只别吃了大亏 转过脸来又看方包 只见方包那双又黑又亮的 小老鼠眼睛 也在不停地眨着 看样子跟自己一样 也在打着主意 然而这回子 那位史一只 却是毫无惧色 大意凛然呢 他大声地说道 自古奸凶 哪个不曾立过大功 曹操若飞荡平 张角之乱 横扫诸侯 岂能当上汉象 年庚瑶西县之战 是有赖于皇上您的调度 耗尽天下之财力 前线才有的大劫 而年某为了防止 月中其争功 阻止川军入青海 以致元凶罗布藏丹增 至今逍遥法外 这是他因嫉妒贪功 而损坏国家利益之罪 先前年庚瑶举见诺敏 导致山西通省欺瞒朝廷 诺敏东窗事发 却不见年庚瑶有丝毫的引咎之词 朝廷自康熙年间就开始清理国库的亏空 至今湖广四川 梁广以及福建树省的库吟仍未归还 亏空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是年某人的亲信 万岁您去查 若不属实 请斩尘头以谢天下 年庚瑶吃饭叫进山 年庚瑶选官叫年选 年庚瑶的家奴回乡探亲 知府以下的官员要行跪拜之礼啊 年庚瑶的年缝只有一百八十两 可是他的家私欲两千万 试问从何而来 此次进京 他又沿途干预民政 暴敛民财收受贿赂 车马一丈超越规格 见天子而基座与王公而不理 试问曹操在世 可有如此之跋扈 他朗朗而言如数家珍 好一篇讨年庚瑶的席文呢 一番话说得雍正手摇心颤 正要发作 十一直说万岁 您先稳住了 陈志还有 您让我把话全都说完了 再发脾气好不好 万岁您昔年在前底时就曾经说过 立志是一篇真文章 自登基以来 您也屡次下旨整顿 若不杀年庚瑶 则立志永无办妥之日 自古以来 大奸若衷 大乍四直 期望万岁奋天之威 斩年某鱼碾下 则社稷姓慎 万民姓慎 天必将降雨 高则神舟 他慷慨激昂的说完 连连顿手 此刻雍正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 他猛的一拍桌子怒吼道 你狂妄 之前范师姐也曾经弹劾过年庚瑶 但那一次呢 是造息密尘 是两人在私下里说的 当时在旁边听着的呢 只有一个刘莫林 而这一次 史一直却是当众讲出来的 而且这哥们还是个大嗓门 那大侯节是真没拍掌啊 发音标准 吐字清晰 典型的德云酒队队长的材料 每个字都说得 真真的送到每一位听众的耳朵里 殿内殿外 大臣 侍卫 太监 宫女 好几十口子 人听得真真切切 雍正心说 你声音再大点 你喊吧 你再喊 连天宁都听见了 关于年庚瑶的这个事 其实雍正早就在暗地里 征询过方包跟乌司道等人的意见 他们一致都认为 目前不是处置年庚瑶的时机 可是不处置年庚瑶 那又怎么处置眼前的这个长颈鹿呢 所以雍正拍完桌子之后也傻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为了掩饰心中的焦躁 他在店里来回躲着步 最后拿定了主意 走到史一直的跟前说 史一直啊 你还有什么别的说了没有啊 史一直平静的答道 陈已经都揍完了 雍正说 好 你是想做龙逢笔竿吗 史一直说回皇上 龙逢笔竿是千古忠臣的楷模 雍正点点头说 行 朕成劝你 你今天晚上回去别一别家人 明日自有旨意 史一直答应一声事 又磕了个头 也不废话 站起来摇晃着他那个大长脖子 出了养心殿 消失在夜色里 雍正帝望着他的背影 又低着头自己在那生了一会子闷气 说叫杨明石跟孙家干明儿个再来吧 让刘莫林等着就行了 咱们这先议一下龙克多的事情 此言一出 龙克多的脑里嗡的一声瞬间就大 他脸色苍白 双膝一软跪了下去 说陈聆听胜讯 雍正说 我就是想问问 那天唱春元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克多知道 雍正迟早要问这个事 于是他连忙将早就编好了一套话术 给说了出来 说陈是懂规矩的 先帝六次南巡 每一次回栏的时候 都有九门提督清理宫殿 奴才眼里除了主子 还是主子 并不敢有二心 在一旁的马齐克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此时他也不等雍正说什么 就在一边插话说 谁也没说你有二心 我不是在这里摆资格 我二十五岁就是顺天府尹 做了四十年的经官 先帝南巡回栏接驾 后四次我都参与了 从来就没有过步军统领衙门 独自清理禁地的先例 京师各地的驻军都加在一块将近十万人 要都像你这样自行其事 闹出滑边来谁能善后 我后来才听说 上回太后轰事的那天 影人就发急信到奉天 要请八位旗主王爷进京 如果照你这么不止 万一有人别有用心趁机作乱 到那个时候是我来谈压还是你来谈压呀 方包见马旗又红了脸 于是笑道马中堂不要动性子 我们消消停停的说话好不好 龙的人是宣读传位遗诏的脱孤重臣 必然不会有二心 但这件事情龙的人您处置的确实有误 西年圣祖回京 日程都是事前定好的呀 先有诏书 京师这边才开始清理恭维 而且每一次呢也都是会同顺天府一起办理的 现在京师五倍长总的是怡亲王 我一直就住在十三爷那 出事的头天你还去给十三爷请安 就算十三爷有病 我又没病 你提嗓子这个事 我总会顾问一下的吧 龙克多听着这个糟老头子的话 表面上平心静气 其实比马旗更难对付 他心里恨得牙痒痒 这话怎么说了 什么叫心里恨得牙痒痒 反正就说气得够呛吧 但是又不能发作 他只得叹息一声说 我实在是老了 我那一天去见怡亲王 我见他咳嗽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想着他才四十出头的人就变成这样 我心疼 当年十三爷是何等的英雄来着 我心里当时只是难过 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 此时雍正帝含笑着说 舅舅啊 这件事情你的确是办错了 虽是无心之过 但还是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 龙克多连忙跪下说 啊 臣有罪 请主上发落 雍正摆出来一副 似乎很不情愿的神情说 你这一次犯错呢 主要是因为你年老 精神不济所至 朕也很怜你 你兼职太多 也太劳苦了 不如一盖都免了 只保留上书房大臣 跟领侍卫内大臣这两个职务 你今天晚上就照这个意思 回去写个辞诚 算你辞职 你觉得如何呀 在场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 雍正虽然没有提 布军统领衙门 都统这个职务 但雍正真正要免的 就是这个职务 龙克多磕头谢恩 然后退了出去 此时他的心里乱糟糟的 一方面自己一个脱孤重臣 竟然落到了这部田地 心里不胜凄苦 另外一方面自己手里没了权力 对允四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这或许还倒是件好事 他独自品着这杯苦酒 脚步亮腔的跟着引导太监 出了养心殿 看着龙克多出去 雍正皱着眉说 现在九门提督出圈了 你们说说看谁来填不好啊 马七说这得找一个懂军物了才行 皇上您看沐香阿如何 我看他刚才练阵法练的挺不错呀 雍正帝位置可否 朝着外面喊了一嗓子 叫刘莫林进来 然后就说到 沐香阿在年庚摇的军中 一仗未打 花架子玩的倒是不错 朕就不信他那个什么狗屁 太极图阵法就真的管用 他不行 马七又说那就碧利塔吧 碧利塔是老军物了 以前也跟着圣祖爷打过仗 方包先生说 丰台大营也是要紧的地方 张宇这些人一时还拿不起来 碧利塔一人兼职两处 不合体制 雍正看了看在一旁的张廷玉说 横臣你怎么不说话呀 此时的这位张廷玉已经是被饿得 头晕目眩 精神恍惚了 他勉强在椅子上欠了欠身说 臣看涂利琛就好 他几次出外办差都办得不错 粘杆处本来就是皇宫的内卫 臣以为应该撤掉 与部军统领衙门合并 由涂利琛一并统领为好 皇宫内养兵容易有后遗症 这件事陈老早就说了 不如趁此机会一并理顺了才好 雍正点头说 嗯 撤掉粘杆处的建议很好 现在外头已经有了议论 说粘杆处是镇的私人护卫 就像钱明的东厂 还说什么涂利琛带着这个是血滴子队 要杀哪个大臣 镇使个眼色 他们晚上就去办了 雍正帝说也真是活见鬼了 越是作见镇的话就越是有人信 但是你要让他说说 这个血滴子队杀过哪个官啊 他又说不出来 这一次索性撤了 也好堵了那起小人的嘴 然后他走到张廷玉的跟前 看了看说横臣 你这脸色很差呀 你觉得哪不舒服吗 张廷玉勉强笑道 啊臣是有心事啊 史一直给皇上出了个大难题 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但臣以为他一心未攻 应该没有死罪 雍正一下子被他说中了心事 叹了口气说 朕也知道 但是不杀他无意对年耕摇啊 此时只见方包在一旁思量着说 我有一法平天觉知 雍正说怎么个意思 什么叫平天觉知 你说说看 方包说史一直 既然说要想天下雨 必展年耕摇 原是为了其余而来的 索性就命他明日在五门前跪地求雨 天若下雨 奸臣便不是年耕摇 天若无雨 年耕摇便不是奸臣 雍正皇帝想想没想明白 说明儿个要是天不下雨 那还杀他不杀他呀 方包笑着说 我断明天必然有雨 就算真不下雨 罚他在独日头底下跪上大半天 也算是给年耕摇出了气 挽回了面子 史一直的罪无非就是军前狂言 发往刑部暗律 至罪即可 关于方包的这个主意的逻辑啊 雍正想了半天 脑子还是没撞过这个弯来 不过他也的确想不出 其他什么更好的法子了 此时只听张婷玉说方林稿啊 你这也太儿戏了吧 你这还哪还像个读书人说的话呀 话还没说完 张相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屋子里立马就乱套了 雍正高声叫他快传太医 快传太医 此时刘墨林早就已经进来了 一直在旁边等着接见 看到此情此景 他连忙抢不过来说 陈粗通一数 让陈先看一看 然后他俯身下去 分开了张婷玉的眼皮 看了看 又用手扶着张相的脉 陈吟良久说 哎 不会吧 真是难以置信呢 怎么会呢 雍正说你说这叫什么话 你叫朕猜门啊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 雍墨林抬起头来说 回万岁 张相没病 医臣看 他就是饿了 雍正说你胡说 朕今天两次次与善 他怎么会饿呢 高雾庸在旁边说皇上 兴许就是真的 两次次与善都是我去办的 找张相办事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又急着过来伺候皇上 所以张相一天没吃饭 说话间张婷玉已经清醒了过来 见雍正等人都惊愕的围着自己 便自嘲着笑道 哎呀 今天饿倒了 宰相也算是一大笑谈呢 雍正连忙叫道传善 刘墨林说千万别 鱼肉昏腥张相 此时未必受得了 只要一杯奶子 多加一点冰糖 再来几块点心就行 其实按照现在的话说 这就叫低血糖 张婷玉八成有糖尿病 雍正历生对高雾用 说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办呢 张婷玉贪婪的喝了一大碗的奶子 又吃了两块点心 渐渐的回过气色来 他不好意思的笑着说 哎呀 从来没有在主子面前 这么放肆过 今天真的是出丑了 臣没事了 咱们接着一试吧 雍正说刘墨林 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吗 刘墨林说臣知道 今天早晨 臣在八爷府 作见徐骏得罪了八爷 万岁要处罚臣 这没说的 臣就是故意的 几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雍正说你呀 凌厉的过头了 一句都没说对 为了一个女人跟人怄气 朕不娶你这一条 徐家是个什么东西 朕心里有数 苏顺清的事 朕心里也有数 回头赏你一些银子 好好的发送他吧 叫你进来 是朕有意要放你的外人官 给你一个参议的名义 叫你还回西宁 说罢 雍正命行年 取过来一个黄匣子 交给刘墨林 匣子上面有两把钥匙 钥匙的这个全尺交错 形状非常的复杂 那个锁头一看就是特制的 雍正自己取了一把钥匙 交给高武庸保管 对刘墨林说你的折子如果要是明发到上书房 那就变成公务了 就要走流程秉公处置了 有一些特殊的事情你可以直接报我 我随时批复 不是正式的公文反而来的更加便利 然后他又指着马奇等人说 他们也都有这么一个黄匣子 记住 秘哲要说正关心的事情 大致国际民生小道义士趣闻 凡是有关世道人心朝政缺失的 只管放胆揍起来 就如同家人父子之间通信一样 没有什么可忌讳的 你可明白 刘墨林尽管在内心里百般不情愿去西宁 但君命难为他也指着叩头遵旨 雍正随即说到夜深了都散了吧 此时这位刘老爷的心情之复杂 可谓不亚于龙可多呀 凌晨死了苏顺清 心中悲痛 上午被八爷罚贵 觉得愤恨 夜里又喜祸升迁 虽然是高升 可知一想到 即将要跟年庚瑶打荡 心中又忧虑不安 还被授予了黄匣子 心中不免又有些自豪跟得意 一日数遍 真是打翻了五位平 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当然了 不仅仅是他 对很多人来说 今天都是极为不寻常的一天 苏顺清命染黄泉 徐骏的报应不久也即将来到 年庚瑶 龙可多和史一职的命运 也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八王爷允四当众受辱 颜面扫地 方包一个朔儒 竟然表现得跟方外术士一样 当然最最心意难平的 还是雍正帝本人 这一夜他就睡在了养心殿 也没有翻那个绿头牌子 叫嫔妃士琴 他独自一人躺在大炕上 一通辗转反侧 死活就是睡不着觉了 他几次踏着这鞋出去看天 却见天空战轻无云 星河璀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